景色疑人的葡台島 兩個月前被我們踢爆 山頭樹林被異評 鋪上一塊塊的石屎板 懷疑有人違規興建墓園 當局一度拍了心口說會跟進 涉嫌違規工程遇上進行 還中了很多棵有米半高 在墓園經常見到的松樹苗 多部小型運輸車、泥鏟等等的工具還未運走 有居民更加說 上星期六天后但當日 有人磨刻在廟外棄棚附近的海邊做神秘法事 好像暗地裡為先人做臉葬儀式 可以見到霧園的形態慢慢現形 立法會議員陳淑壯說 全港有不少地方發現違規堪場 政府至今還未落實如何處理 在曾蔭權的管治下 抱著夕陽政府的心態 採取一拖再拖的政策 而各界關注骨灰坑法案大聯盟召集人謝世傑說 就非法堪場的問題 向現屆政府投訴了兩年 但曾蔭權什麼都沒有做過 擺明是留下這個棘手問題 給下一屆的接任人 ONTV 東方電視新聞台報導